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问超敏奇在今年的8月份 重新回归到东区以街边店的方式来经营呢 那我们今天呢直击走到了他们的厨房 我们要来请教的是香港师傅阿定施 他要来为我们示范几道知名的朝月料理 特别一条海鲜 那有没有一些辈子呢 看你公里了 看公里 这有讲等于没讲一样好 那因为师傅的功力很强 我们就来看师傅怎么料理 严选大尾名虾再搭配朝式鲜香XO酱 大火快炒 每一道都考验 厨师功力 我们可以用干贝 嗯 虾饼 干贝加什么 鲜炒 冲口辣椒 好香哦 好像就闻到这个香气 这么大一块 比虾张小一点点啦 但是就是也很大一个 什么样 1-3 你打几分 你打几分 我打90 为什么少10分 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去辣 哦 它只有有一点点偏辣 对 我刚咬下去它就是会有一点点辣 但是不会让你觉得辣到受不了 那也不忙 香港主厨阿定师16岁那年踏入厨房 开始接触潮州菜及广东料理 30岁来台担任饭店主厨 已经有超过40年资历 以前刚刚好哥哥教我进厨房 家里环境不好 做厨房比较稳定 所以是哥哥带你入行就对了 以前厨房 基本上很多都没有空调 很远 很多人受不了 现在很多都受不了厨房 因为时间太长 差不多10个小时到11个小时 而领他进门的 还有神旺草品级行政主厨何炳目 徒弟就对了 不是徒弟 同事 同事 他们已经共事25年以上 秘方都已经传给了阿定师 那这个我们的卤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个卤水其实我们从香港带过来 最注重的是药材 药材 对 只有盐 只有盐 只有放盐巴而已 没有放弃它跟药材 颜色是药材也是浓出来的 不是酱油 所以不会死咸 有清香的味道 桃月菜一定会有的 卤水鹅肉片 这要沾一下下面的这个芝麻 还有这个醋 生里白醋 我吃过卤水鹅 但是这个醋真的很提味 醬汁步步高深的萝卜糕 也是餐桌上必定出现的料理 白蘿蔔丝与米浆融合 再添虾米 腊肉用料扎实 煎到恰恰就能上桌 三十年没有回去香港过年了 都忘了那边怎么过年了是不是 忘了 他们都是学书都跟台湾一样 过年有萝卜糕啊 脸糕啊 有些花糕这些 很希望高深啊 很多糕 人家过年的时候可以休息 我们都是不能休息的 还会继续做多久啊 因为你看你都已经42年了 看你来多久我做多久了 那我就是要常来吃哦 常来吃你就会常煮是不是 今天呢 非常谢谢阿定师呢 跟我们来分享这个知名的炒月菜 同时也跟我们小小聊一下 关于呢 他这个入行的一些小故事 谢谢阿定师 谢谢 感谢你 拜拜 总结新闻邓志远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